今天呢 帶大家看看新加坡一間Pan Pacific的Buffet 然後呢 我們一進來的時候能夠看到大廳其實真的是很漂亮 很多人在這邊打卡啊 驅驚啊 拍照的都很多 其實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呢 我們就是走進來的大廳 然後我們就開始坐著電梯往樓上去 然後能夠往下看的就是景色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們到了今天我們到了地方 H 然後呢 外面就放了很多酒 還有這個也是啟動的一個地方 還有最主要呢 我們來這邊是因為有一個 就說是其實是免費來吃 就是有人請客 然後呢 我們一進來的時候能夠看到其實它就是開胃菜 就是所謂的火腿啊 之類的 還有一些那個 起司啊 麵包啊 其實它麵包有很多種 你用過 如果有人說過來的話也來試試看 還有一些雞肉啊 沙拉 香肠啊 火豆啊之類的 然後呢 其實你們能夠看到就是它的位置我其實是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空间还是蛮大的 然后这边是主要是华人 就是它有分成不一样的种族的食物 刚才那个是华人的食物 然后这个到了炒锅条啊炒面啊菜啊之类的 就有点像中国菜色这一边 然后就到了像是娘耳风的那个菜色 然后呢接下来就到了这边 这边的话你能够看到其实就有一点像是那个 印度风味的那个小吃 柔鸦之类的 这些都是印度咖喱 接下来到这边就比较像是欧美国家的那种风格 有蚝啊鸡肉啊之类的 还有鸭然后还有鱼 然后这个是意大利面 然后呢有这种热 然后这个是金瓜汤 然后这边有那个鸡柳 薯条 等等的 还有就到了这边是水果啦 水果的部门 还有这些糕点蛋糕 然后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发这些照片 那拍的然后因为我们是 它是它的buffet时间是12点到2点半 所以呢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下午区 所以感觉选择没有这么多 然后一个人是差不多整70 新币左右 所以个人是觉得 不是很值得推荐 但是想享受那样的环境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去享受 感觉这边是一个适合聊天 还有静下新来的一个地方 好啦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集再见